哈喽 虎场大拷问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 这是你第一次来嘎那吗 第一次来嘎那 谢谢巴黎欧来讲 带我来到嘎那 那在此之前对巴黎店的印象是什么 电影人的殿堂吧 然后呢 很多电影人资深前辈集聚到这里 之前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然后来了之后呢 感受了不一样的氛围 就是确实也挺热闹吧 人很多 有很多自己喜欢的这个前辈啊 电影人或者是导演啊 演员都会来这里 也希望来学习嘛 对吧 之前带来刚收到的时候是好几个月前 然后不知道这个工作排得这么慢 那有没有作为一种 就是作为中国人那种自豪感 有 大家看到了吗 嗯 刺秀的 来之前呢 就是跟我的造型师商量好了 这次呢 一定要以这个中式的风格呈现啊 具体是什么样呢 就是他们做了一版设计 然后给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很合适 嗯 然后他是这么中式的这个元素呢 结合这个西服啊 做了一个小小的融合 新中式的风格 偏偏公子的感觉 今天我也看到就是这和钟楚希有一起 是的 是的 然后他穿的好像也是自秀的 哎 今天就很巧才看到他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啊 也很有古典风韵 东方美人的感觉 很漂亮 很大气 所以你们是就是不约而同的穿 哎 不约而同 但是是不同的设计师 你和钟楚希之后还有项目合作吗 那这次就是提前在 是提前为这宣传吗 在对我俩这还挺有缘 就说这个合作的伙伴啊 重合率都挺高 经常看我俩啊 希望大家多多期待啊 感情的这些部分啊 也好 商战的部分也好 都很精彩 这个红毯已经过来了 你回来的时候 有在路上刷自己的红毯图吗 嗯 刷了一下 嗯 感觉还不错啊 就觉得自己状态还可以啊 嗯 然后呢 也谢谢啊 无场大考温的老师啊 帮我拍了图啊 在这个红毯上啊 为我高声呐喊 叫我 公君 公君 我听到了 谢谢谢谢 我拍的图很好看啊 谢谢 那你有看到观众的 粉丝的一些评论吗 我现在国内都两三点了 然后呢 我们就在犹豫哈 这个出发图到底发不发 你说两三点 还有人看吗 还是 心想还是发了吧 对吧 拍都拍完了 最近有看什么电影吗 最近啊 最近看了银河护卫队3 啊 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里面反映这个友情部分比较多 然后呢 也挺然 也挺感动的 很好看 有追什么国内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吗 最近在追漫长的季节里面 范伟老师和秦浩老师 表演都很精彩 推荐大家也去看一看 那就是大家评价你是快乐源泉吗 就是不仅自己很快乐 然后也能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谢谢 那就是能分享一下 总是被快乐包围的秘诀吗 大家觉得就是我挺搞笑 我真不知道我哪里搞笑 这是正常的反应吧 就不管是综艺也好 还是私底下采访 大家觉得我 就看见我都很开心 就是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吧 艺人吧 就是要带给大家一些快乐的 这个感觉嘛 你要把这能量带给大家 对吧 生活都那么紧张了 都带给一些欢笑给大家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吗 比较容易满足吧 其实我对物质 不是那么的追求 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可能会 多去买一买 其实就比较容易满足 那能分享一下 最近最有成就感的一些事吗 最有成就感 那当然是来到嘎那了 对吧 感谢欧兰亚带我来到嘎那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